众艺節目《不可能任務》 繼張鎮朗大隊挑戰龍虎武師工作後 第二個任務就交給譚進彥率領五庫橋 吳子韻、何詠卓等七位藝人 接受特警輪選訓練的挑戰 這一志偉哥就連同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齊齊探班 為八位藝人加油打氣 非常之厲害 真的非常厲害 你們看得到你們的意思 一個字 長 我們很多同事 都真的要和你們學習 很厲害… 因為我看了很多人比他們更快 真的很厲害… 這次對你們來說是否一個很難的考驗 很難… 很難忘 很難忘 人生就是這樣 我們拍戲也是 我們拍戲時永遠記得的 就是最辛苦的那部戲 拍戲時你覺得這個真的… 永遠都不要再回來 但那個就是你覺得你最開心 因為這些就是人生… 活到多少歲還可以拿出來說的 這些是有時候… 不是給錢就可以… 這樣有人訓練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經驗 這八位藝人既要跑山 背沙包還要爬上鐵架 即使智慧哥只是在旁邊看也很緊張 而向來貪玩的智慧哥 竟然突然說要挑戰背沙包 大家都被他嚇一嚇 對, 真是很緊張 不要啊 真的, 這個拿回TWB 一條舌頭弄不住 要罰他們跳, 真是很重 智慧哥, 你剛才我看見你 也試過沙包, 淹漆那個 很緊張, 根本也拿不到上鞋 真的很厲害 完全感受到他們的辛苦 還可以拿著來跑, 還有斜坡 然後回來才做那幾個 又捐洞, 又要這樣拉, 又要爬繩 我最怕你們就是爬繩 爬繩你爬到上面 你的手一無力都掉下來 那個高度有危險 有時我也想說 不行就放棄了 但我想想想 這個都代表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一個挑戰 都要堅持的 所以我都為你們驕傲 我很開心我的團隊 因為我覺得 沒有人說那句要放棄的 然後大家越做越精神 我在旁邊跟他們說 不要受傷了, 還可以了 他們沒有人肯停 所以給掌聲, 厲害 謝謝阿翔 雖然地獄式的訓練 累得一群藝人躺腰 但他們都沒有輕然放棄 作為女將的吳子韻, 何詠卓 李詩雅的表現 都不讓男學員輸遍 阿翔見到我的時候 他說其實我見到你的名字 我也有點驚訝 他這樣跟我說私下的時候 因為我一入行就認識我 他說那時候是肥妹仔 不過你也瘦了 你也瘦了 而且我看見他很白 他好像不經常做運動 但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的意志力很好 他就算受不了 人們叫他 你休息, 你真的做不到 不行, 我不行 我捱了, 你讓我做 他很好 我都很佩服女將 真的不容易做 你會感受 你Honey呢 我不太記得 你這件事 我不太記得發生了甚麼事 我只記得我掉了幾次下來 但是馬上爬起來再繼續 看到私下這麼快 要追要追 不停看著他追 最厲害的是我們隊員 經常都超越 真的考頂部隊的人 我們就覺得 不好意思 尤其是 尤其是 這是跑山王 林彗王 林彗王 他們幫我改一個名字 一叫跑山 我也很快 然後他說 你貓山王的朋友 跑山王 好 是否可以下次再來 再做一些更加不可能的任務 要四、五、六大令才行 好 我不是 我相信我 我不是 你是贏者 我是X 我是X 再說一次, 我是X 好 我經常看到很多報紙 說非禮人的X先生 就是他嗎?就是阿蘇 不是, 我們下次就約會一群同學 Song真是好 好 我想到Song是一個很好的主持 Song真是好 我們另外想起他爸爸 厲害 我們一、二、三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不可能任務 Yeah